特别简单的这个词组 因为它属于数字类别啊 我们把那个数字的合集啊 把它放到了这个词弦坠里边 那种五六七八 然后呢 把这种大数字呢 我们来讲啊 我们现在单独归到这里边的讲 大数字有谁呢 有十有百有千 好吧 我们今天来讲十百千 非常的简单 那么到了第七十五个词组以后呢 也就是七十五到八十八 那么基本是以小词组为主 那就是都是这样的小词组 多少个呢 我们来看哈 二十个吧 二十个左右 也非常好理解 十百千我们分开来记啊 十就是我们说的deck deck的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得特不分啊 就是deck就是我们的ten啊 好玩的地方啊 就是由于这个除法 是我原来讲过老外发明的 所以老外呢 在大数字的时候呢 他分不清n或者n分之一 就是他在上面也好 在下面也好 他有的时候表示十啊 如果表示十一个 表示十分之一 百分之一 分不清了 他也不分 他也不管 对吧 我们也不管 反正不是n 就是n分之一 我们说了啊 这小词组啊 以后呢 就是二十个 二十个 二十个 这算小的了啊 大字组在前头啊 大字组在前头 难点都在前头 说实话啊 加油啊 好 我们先来看啊 第一个 dcdeck 我们再记着啊 他就是ten 就是十啊 以后见到deck就是十 但他在这里呢 有个小规律可循 哎 小规律啊 我们这种小规律 这你看啊 他跟dca的时候 跟a啊 a因为这古代 这个原义字幕念啊 他嘴巴要张得大 哦 那好 我们也刚好好记啊 联想记啊 deck就是十 那么i这个e啊 嘴巴小 嗯 一嘴巴小 那么dc啊 刚好就十分之一 啊 有这个小小的规律 所以呢 这样记起来 哎 我们这个十啊 可以破掉这个十 或者十分之一的 这个小魔咒 先来看第一个重要单词 叫deck deck的本意就是十 你看啊 这个data就是十个啊 deck的呢 现在呢 他本来就是数十个十个 但是呢 现在主要用来数十年 那么这个deck的 我们其实早都背过 这十年 但是他指什么样的十年呢 尾巴挂零的这种十年 他用的比较多 就是六零 七零 八零 九零 零零 这个叫deck 啊 用的比较多啊 那么几十年的时候 我们加个sdeck 我们也理解得了 好 下面这个呢 叫decimeter 分开看啊 分开看 deci ci啊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meter 米 十分之一米 就是我们池上的dm 就这里dm 巧了 我们池上有dm 有十分之一米 叫分米 我们等会还会有cmmm 我们今天刚好都干掉它 那我们刚好 我们刚才说的嘛 十百千 刚好十dm 百cm千mm 我们等会再看啊 底下先给你打出来 那到了百 我们刚才说百是cent 那么centimeter 百分之一米 cm厘米 milli 看到了啊 m-i-l-l-i milli千千分之一 毫米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 到处都是十百千 这是为什么把它单独 揪出来的原因啊 单独十百千 做一个词组 好 下面一个啊 叫decimal 这个decimal的m 这个m我要说一下 这个m啊 在古代 它叫decimus us啊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名词 所以这个decimus 在古代就是零点一 它也是个技术单位 就是十分之一 然后加名词 那么现在这里decimal al加了一个形容词 de 那么合在一起 decimal 它的意思就是零点一 de 啊 零点几 得零点一 得 所以decimal 它的意思到现在 就叫小数啊 小数 什么叫小数 点后边那个东西啊 还可以指啊 十进制啊 就是每够 每够十个往上进一位 因为发现 每十个decimal 凑在一起 等于一个一 啊 比如我 十个零点一 摆在一起 刚好往上进一位 十个一 哪个用的多呢 大家如果数学上碰到 这个零点五 这个点 这个点什么呢 我们平常可以叫point 实际上它的全名呢 叫decimal point 叫小数点 也就是零点一的那个点啊 零点一那个点 decimal deci 好了啊 好 那么古代的识呢 用来计数啊 用什么计的多呢 十天好计 十个月好计 时间一长 不好计 所以呢 我们用来计年 ENN 大家先看这个单词啊 它叫decinary 我们拆了一下啊 DC表示十 ENNAN表示年 后头啊 ary表示形容词 它加在一起叫十 年 得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十年的 十年间的啊 十年的 那等于就是ten years 等于decade 那样的形容词 好 再往下 这个词写作文的时候 大计论啊 你写小作文的时候 考研同学啊 写小作文的时候 可能经常用的 考研的小作文啊 全部都是默认 你是大学生研究生的身份啊 所以你记得啊 这你的小作文 今天上考场 一定是讲大学生活相关东西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 很重要的人物 你得记住他怎么说啊 叫你们的院长 你们的系主任 叫dean 叫dean dean在古代写成这个decanus 就这个东西 他是管十人小组的一个组长 这个就是管十个人 每十个人唯一一个单位 所以呢 现在也就是官了 就是官了啊 所以记住了 以后院长系主任 dean 叫dean dean 上就是过去的deca 然后你看这个deca写错了啊 dea两个年到一块去了 下写发写 错别字 好 再往下看啊 下面这个叫dime dime是钱啊 dime是钱啊 它是desi 这个错的有点离谱啊 e和c都不见了 只剩desi的i了 好家伙啊 无语吧 我不多说了啊 dime 十分之一 还是十分之一啊 十分之一是要说到钱 十分之一块钱 那一毛钱嘛 过十美分嘛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个货币呢 一毛钱 liberty 然后我们一个dime one dime在这里啊 一毛钱 好了啊 好 下面一个 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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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百 或者百分之一 Cen 好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 百分之一 send 跟刚才的那个dime一样啊 dime是十分之一 send是百分之一 叫分 一分钱的分啊 就是一分钱的分啊 好了啊 这里写着呢 one cent one cent 一分钱 好 这里才生出来了一个单词啊 叫percent 这里的per是单词 而不是之前最 那个那个通过啊 全啊 这里的per啊 直接做单词可以用 比如说每周 你就可以说perweek 每天可以说perday 啊 这个per就是每的意思啊 每一个 所以加上send叫百分之一 所以percent呢 就是我们背的 每一个百分之一 就叫百分比 百分之几 所以percentageage 强调了它的名词身份 它叫百分比 好 那我们再来看了啊 跟白有关系 我刚才说啊 喜欢记年头 对不对 外公司喜欢记年头 年头长啊 记不住啊 对吧 所以呢 century century century什么呢 就是一百年啊 一百年 那么century 我记得我们背过 一百年世纪 那么这个 它原形是啥呢 你说我也没看到年呀 原形上 在下面一个单词啊 century大家其实都知道 我们讲啊 21st century 21世纪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上century的原形 在这儿叫centenary 这个词不好读 所以最后都变成了century century不好读啊 centenary 我们找到年了 来看一下 cent by en 就刚才说的 en an是年的词根 所以合在一起叫 百年的centenary centenary太难记了 我的个 century多好记一百年呢 centenary 在这儿啊 一百年 那么刚才又说了 说ary表示形容词 你还学过其他的形容词 肯定的 所以巴 我再给你换 把这个ary给你换掉啊 给你换成这样 哎 IAL AL不也形容词吗 叫centennial cent by en年 IL形容词 合在一起 百年 怎么又是百年的 centenary 原来等于centennial 一回事都叫一百年 一百周年的 啊 一百周年的 那么有什么缺 哎 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 你看我已经背好了 你看我多厉害 看到这国旗了没有 看到这国旗了没有 上一个是英国人爱用 啊 像一个centenary 英式用法 centennial 美国的国旗标在这 老美的用法 OK了吗 OK可以打个一 我测试一下网络 给你写在这的啊 一英一美 用哪个都行啊 用哪个都行 好 下面我们到了签 啊 签这个家伙 我们讲啊 两种表达方式 第一个叫millish 我们今天重点讲 开了我们在词前缀里边 已经讲过了啊 几k几k工资几k 我工资8k 你工资6k 这我们讲过了啊 到那个前缀里边找 这里我要讲一点 记住啊 一定做签的时候 是两个l 大家记住啊 否则你会乱掉 再看一下啊 签是m i l l i double l 两个l 如果写成一个l 你看到m i l i 一个l 它全是跟打仗在一起 打仗在一起啊 如果一个l military 军事的军人的军 militant的 后战的 后斗的 打仗的 全是打 大家记住了啊 两个l是签 一个l 大家记住啊 一个l是打仗 记住打一 记住打一 同志们 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所以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区分 这个就是我家写到五字天书里边了啊 要学会区分 因为m i 一个l的话 它俩就是打仗 就这俩单词 就这俩活宝 m i l 它来自milius 就是那个mars的小名 所以m i l i 就是打仗 剩下都是签 两个l 就是签记住啊 好了 这我们就知道了啊 第一个 上来就一个 那没有 这是写错的啊 好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 m i l就属于这一族啊 m i l就属于这一族 它是等于什么呢 m i l实上过去就是一千 一英里 它是一千什么呢 它指的是 它就是军人走一千步 别同学说了 好家伙 这一英里应该是 一千六百米 对吧 应该是一千六百米 1.6公里 走一千步 那一步出去不一点六米了 我的天 好家伙 这步子里多大得飞吗 错了啊 外国人算步数 左脚右脚踏一次 就是 就是我左脚踏一下 右脚踏 等我再踏左脚的时候 才算一步 大家听懂了没有 所以他们原来算的一千步 就是是个double 等于这个mile 是两千步 是这么好玩的啊 我跟你讲 所以你可别以为说 哇这一千 外国人哇 外国人大长腿 哇古代人大长腿 哇一脚出去一米六 完了吗 那把裤裆都扯了 我跟你讲啊 记住啊 左脚右脚算一次啊 这么来了 mile一千步啊 左右脚倒腾一次 好下面 mi这样吧 两个了啊 千千分之一 letter是最早的字 度量横啊 这个我们会讲到这个letter啊 letter是字 文字的意思 度量横刻在秤啊 上面的这个度量横啊 它叫升 合在一起ml 大家如果喝这个饮料啊 夏天到了夏天喝饮料 你肯定知道 那我特地找了可乐 330ml 毫升啊 毫升啊 小case 好下面啊 我们说了几年 你看我们有十年 decade 对不对 我们有百年 的吧 centenary centennial 一千年 来了啊 外国人这个很注重千禧年的 好像有一种说法 是每到千年 怎么要换一遍 所以到了到两千年 不知道大家那时候 两千年在干啥 都在狂欢 哇这个天 跟着老外一起嗨呗 先看这个单词 milly 两个l 没有问题 千 en 表示年 ium 名词 它就叫千年 millennial 非常好记 千万不要说千禧年 不好拼啊 再说一遍 两个l m i ll 对吧 剩下那个i 叫e给吃了 en 是年 叫ium millennial millennial 千禧年 大家都在狂欢 一千年 很难得的啊 过两千年 很少有人能过这个 对不对 你看那一年 happy new year 两千年 21st century 清楚它 然后再清楚第三个 millennium millennium OK好了啊 好下面这个来了啊 叫million million million这个 on这个后缀啊 表示very big on 什么on 什么on 表示very big 大 这说这个大千 什么东西 说呀这个大千 啥东西 你不要这样理解 我给你个单词 你马上理解了 这个单词叫grandfather grand的 大 宏伟的 father 爸爸 grandfather 合在一起 大爸爸 比爸爸大一级 那是谁 那是爷爷 那是爷爷 所以million 是million千 比千再大一级 叫大千千乘以二 是一百万 是这么来的 是这么来的 这个大千 是大整个大一个级别 再往上再乘一千 是这个意思 大爸爸 所以外国人好玩 那你说祖爷爷 在前面再加great great grandfather 那叫什么 那就是爷爷的爸爸 叫啥来着 中国人还 中国又忘了 反正你再往上 你就往上加就行了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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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dfather 你往上加就行了 一集一集往上加 哦 好了 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行了 单词二十个 我们讲了十五分钟 都有点慢了 不好意思 大家记住 轻松一复习 因为今天特别好记 全数字 十百千 它表示N 或者N分之一 唯一注意的 就是一点 两个L是千 一个L是打仗 记住了没有 记住打一 同志们 记住打一 两个L是千 是千 一个L 一个L是打仗 一定给我记住这点 就OK了 对 我再说一下 必须学完前坠 必须学完后坠 我看到公平人 才可以学词根 我再强调最后一遍 否则你听起来费劲 而且听不快 学完前坠 学完后坠 听这个快得很 好吗 下课